就是你是一个其实还挺自傲 要求自己挺严格的一个人 是吧 所以这样的人一旦受到了 你所说的这种劫持的这种挫折 那你怎么走出来的呢 到大街上做了一个门面 只有六平方左右这么一个小煤篮子 所谓煤篮子就是放煤的顶 我们那是领取嘛 摆了个桌子 因为弟弟这个期间也给我买了修表 干什么呀 修表 掌鞋 修表 对 刚开始修 还给人家包了不少钱 不会修啊 人家继续闹着跟我说 这表你给好表都修坏了 越是这样 结果越来到晚上 进行网汇 小 minor 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医院 医生说死亡时间得半小时以上 我骑着摩托上街上去 上厂店 买了很多的新衣服 我想想这衣服该给他穿上了 一件一件的给他穿 一边穿我一边想 我说二 我这的时候你没穿过中山装 葛今天给你买一套中山装 买一颗皮鞋 都是新的 这样给他穿完了 第三天 开始出院了 待了两天他家烧事了 说让我去谈 就跟弟弟的老岳父家 弟弟岳父家可能大概的意思 就是想办孩子 人家不想要 我也想了想也对 兄弟媳妇年轻 我就把孩子抱走了 抱走了 回来跟媳妇说 媳妇说抱了也好 咱们家孩子快生了 也是个伴 所以说我也特别感动 跟媳妇能接纳这个孩子